你好 我是疯子 相信像如江自吻这个故事 很多人都不陌生 但是不知道您是否思考过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众口朔金的千古佳话 它会不会根本就是假的呢 听到这儿您是不是觉得脑袋瓜子嗡嗡的 别急 今儿咱们就一起穿越回到两千多年以前 去还原一下这个故事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 大英雄项羽在该下被围于机位的不连累项王 于是歌舞一曲拔剑自吻 项王悲愤交加 骑上乌锥宝马与汉军交战 站至江边恰逢乌江亭长 驾一小舟前来接应 在项羽自觉无言再见江东父老 于是将宝马赠予亭长 自己在反身杀入汉军中阴寡不敌动 拔剑自吻 终于一口气说上来了 这就是人们通常认为的 乌江自吻的故事情节 这个故事可谓是千古流传 感人肺腑 也为很多的戏曲以及文艺创作提供了素材 而这个故事中的两个要素 一是乌江基本上可以被判定为是错的 二是自吻 我认为相当可疑 以下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史料的记载 我们现在所能查到的 关于所谓的乌江自门的这个故事 最早的文字记载来源于史记 那我们就来看看史记里面的几段 关于此事的记载 史记高祖本纪的原文是这么说的 史骑将冠英追杀项羽东城 斩首八万 这其中的冠英指的就是负责追击项羽的 那支部队的指挥官 而在史记的这个梵力腾冠列传的原文呢 它是这么写的 梵力腾冠这四个字呢 说起来有些拗口 实际上这四个字呢 是四个人名字的合称 梵指的是梵快 历是历商 藤呢 就是藤公夏侯英 也就是汉王刘邦的御用小车司机 冠就是指冠英 梵力腾冠列传 他的这个原文是这么写的 项羽拜该下去也 应以御史大夫受召江车级别追项羽至东城 获之所将属五人共斩项羽 另外在这个史记的项羽本记里面 司马公对于项羽的一生呢 有一个概括性的总结 他说项羽五年族王齐国 生死东城 请您注意 上面的这三处记载提到的都是一个相同的地方 就是东城 绝没有提到过乌江 而且你在史记里面也找不出来 项羽从东城出来之后 又有一些什么其他的故事 因此我们可以明确的说 项羽一生的最后一战 也就是他的死地 就是在东城 而非乌江 东城和乌江可不是在同一个地方 秦汉时期的东城 就是在今天安徽定远县东南 大约25公里的地方 而这里所说的乌江 其实指的就是乌乌下游斜北行的那一段长江 东城和乌江的直线距离超过了100公里 两者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因此项羽自稳的这个词里面 关于乌江部分的描述 可以被判定为是错误 其次我们再来看一看 关于自稳这部分的描述 从形式逻辑以及史料文字记载进行分析 我认为项羽是不会明明可以过疆 却反而选择自杀的 史记项羽本记中记录的 项羽职业溃为难出 也就是说项羽是选择在夜间 从该下进行突围 他为什么要突围呢 当然是不想死 他要想死呢 还突什么围啊 对不对 项羽突围的目的呢 也非常清楚 就是要回到自己江东的革命网区 然后在东山再起 就像史记里面所记载的这个乌江亭长 在劝项羽渡江的时候所言 江东虽小地方千里 众数十万一族亡蚁 因此项羽职业溃为难出 是一次有计划的 有目的的标准的军事行动 撤退的目标 就是自己当年与叔父项羽一同 体兵的老根据地 江东的会计军 项羽依然在那里拥有着 深厚的群众基础 他打算在那里再拉起一票人马来 与刘邦争夺天下 这才符合他夜间选择突围的形式逻辑 也符合项羽其人的性格 所以假如项羽真的是且战且走 好不容易跑到江边 江边有那么一条船 船长还是自己人 而且满大江就这么一条船 自己一旦上了船走了 后面的追兵也就被隔绝在长江以西了 可以说只要他一上船 就意味着他实现了突围的预定计划 东山再起也有希望了 然而就在此时 他不仅不跑了 反而自杀了 这明显是有备常理 说什么项羽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啊 你无颜见江东父老 这个事不是你跑到江边之后 才形成的 而是在你突围之前已经是这样了 你要觉得实在没脸回去 那你干嘛还突围呢 就留在原地和汉军决一死战 不就得了吗 以权明节 你这突围还落一个逃跑 是不是 史记里面虽然有关于项羽自吻的描述 但是我认为啊 在关于这一段故事的描写中 存在着大量的自相矛盾 和无法合理解释的地方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高度还原项羽一生中 最后的那段时间里面发生的故事 我们把项羽人生中的这最后一战 直至他阵亡的这个全过程给他捋一遍 这样一来事情便大体明了了 我先来简要的介绍一下故事发生的那个大时代背景 我认为这一段时期的中国历史真可谓是波澜壮破 沧海横流 无数的英雄豪杰涌现 留下了许多筷子人口的经典故事以及成语 当然在这一期的视频里呢 这些都不是我想要讲的重点 如果大家喜欢听这一段精彩的故事呢 您多点几个赞 然后呢 我就把这段历史给您详细的讲述一下 在下一个视频里面讲述 咱们还是回到今天的这个故事里 公元前206年 秦王子英在制稻廷 也就是今天的咸阳市东郊 向濒临城下的刘邦献降 此时距离中国的第一位皇帝 秦始皇去世的时间仅仅过去了三年 这位始皇帝倘若地下有之 恐怕怎么也想象不到 他曾经一手创造的那么强大的秦帝国 在一统天下之后 仅仅过了15年便红然倒塌 随后刘邦就与秦民 约法三章 这个成语听得很熟悉吧 耳熟能详啊 什么叫约法三章呢 很简单 杀人者死 伤人及盗抵罪 他废除了秦的言行俊法 故而深得人心 然后刘邦又听信了一个叫做邹生的人 给他出的馊主意 这个邹就是小鱼的意思 也形容这个人的相貌不好看 所以这个人叫邹生 出的真叫是一个馊主意 他劝刘邦啊 他说你把韩武官的门一关 官内就是咱家的 你别让项羽进 咱就可以匆忙了 于是呢 刘邦采纳了他的建议 拒守韩国官与项羽对质 项羽一到了官前 怎么着不让自己进 还反了你了呀 于是项羽大怒 破官而怒 欲杀刘邦 然后就发生了 那个著名的鸿门宴的故事 并且在鸿门宴之上 项羽的堂帝项庄 利用武剑助兴的借口呢 意欲行刺刘邦 这就是项庄武剑意在佩公的典故 这个佩公呢 指的就是刘邦啊 刘邦不是佩县人吗 所以他就叫佩公 刘邦在红门宴上脱险之后呢 项羽西入咸阳 杀秦王子英 火烧阿房宫 大火三月不灭 随后项羽又分丰了天下十八族诸侯 又自称西楚霸王 而却把这个第一个带兵 进入关中地区的这个刘邦呢 分配到了汉中 那个在当时来说鸟不拉屎的地方 在这里啊 咱们就得多说一句了 你从项羽做了这几件事上 就能看出项羽的这个为人呢 以及他在当时的这个 人心相位 首先一个 你为什么要杀紫英呢 紫英并没有干什么坏事 历史上记载 紫英这个人还是比较宽厚人意的 而且他当王还没几天 祸害天下的 你可以说是秦始皇 也可以说是赵高 也可以说是不害 你可以说是李斯 可以说是这些人 人的紫英没干什么坏事 而且人家已经是投降了 是降亡了 你没必要杀人家 对不对 而且花了那么多的 这个人力物力建的这个阿皇宫 那是很大的一笔财富 你要知道 大火光烧就烧了三个月 那得是多么宏伟壮丽的一个建筑 对不对 你还给老百姓都是好的呀 你把那一把火给烧了 再来说他的这个芬丰 这个芬丰是项羽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里面最差劲的一件 同时也是导致他后来灭亡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芬丰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大家都不服气 最不服气的就是刘邦 我们就以刘邦为例啊 当年所有的诸侯在出兵的时候呢 在楚怀王的主持之下呢 大家立了这么一个公约 先入咸阳者 王之 因为谁先进入咸阳就意味着是他最先一个推翻秦朝的 对不对 那么今天既然是人家刘邦先进的咸阳 你不要说什么 我项羽 我打了一路的硬仗 我遇到都是张寒的那些个坚强的部队 对 没错 你打了很多硬仗 但是咱们是有约在先 咱们不按军功来算 咱们就以谁先进咸阳为计算 那是人家刘邦先进去的 对不对 你把人家分配到汉中那种地方 你说他能干吗 然后呢 项羽就洗劫了咸阳 史记高祖本记里面记载 叫做所过无不残破 秦人大时所望 然恐不敢不服尔 这个储君所过的地方 一片残垣断壁啊 破烂不堪 是烧杀劫掠 秦人大时所望 秦人心想 我们好不容易挨过了秦始皇了 到了你这 你还不如秦始皇了 那好歹是个国家 你这整个就是一个强盗啊 对不对 烧杀抢掠 但是怎么办呢 枪杆在人家手里攥着 所以不敢不服 于是项羽呢 就把这些个珠宝啊 美女啊 粮食等等 所有这些财富吧 卷包会 然后引兵东归去聊 在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人就劝项羽 他说你看啊 关中这个地方很好 不仅非常的富饶 同时呢 一手难攻啊 他占据了天险 咱们在这里称王就很好 项羽就说了那句著名的 富贵不归故乡 如衣袖夜行 谁知知者 从这里 你就可以看出项羽的这个胸怀 以及项羽的这个肤浅来了 我今天混得这么好 我要是不回老家得瑟得瑟 那不就好像穿了新衣服 在晚上走夜路 谁知道穿的是新衣服啊 就是这点楚歌 然后这个人就说呀 说人言楚人目猴而冠 果然成语目猴而冠 就是这么来的 就说你们楚人呢 简直就不是人 你们就是戴了帽子的猴而已 那项羽听这 还不气疯了 碰之 把这哥们给碰了 这哥们也够倒霉的 给中国人留下了 这么一个目猴而冠的成语 连名字都没留下 自己就熟了 咱们再说这个刘邦 刘邦呢 哪是吃亏的主啊 那不是个池中之物啊 所以说到了汉中之后 不久呢 他就反了 咱们在这里又得再 插过去一句 他刘邦没法不反 因为刘邦本身 他不是汉中人 他是从东边一路打过来的 他的那么多的部下 也都是他的老乡 跟着他一路从山东那边打过来 不是今天的山东省啊 而是那个时候的山东 也就是说大家都是楚人 刘邦也是楚人 刘邦跟项羽一样 包括刘邦的手下 他们都是楚人 所以相当于 大家跟着你老大一块闹革命 对不对 现在革命已经成功了 咱们推翻了秦场 本来想着过舒服日子 可到好地方 我们都带着汉中那种 鸟不拉屎的地方去 路都不好走 进去之后 我们什么时候出来也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慢慢的 就都离开他了 要知道你走 我也走 照此下去 刘邦身边可就没人了呀 那哪天项羽一高兴 告诉刘邦身边的某个王子 你去汉中把刘邦灭了 那还不是易如反掌了 所以说项羽这么安排 刘邦他不反也得反 要不反的话 刘邦哪一天 他自己就玩完了 因此呢 在到达汉中四个月之后 就发生了那个著名的 萧和月下追韩信的故事 这个萧和呢 就认定韩信是个人才 极力向刘邦推荐 刘邦呢 这点好好说话 你不是信任韩信吗 都封他为帅就得了 大家要知道 这样可以有很多 帅只能有一个呀 刘邦自己是既不了解韩信 同时也没跟韩信说过几句话 就因为萧和信任他 直接就封他为元帅了 这哥们其实挺好玩的 于是刘邦就拜韩信为帅 并且采纳了韩信的计策 在这里呢 又产生了一个典故 叫明修战道暗渡陈仓了 战道啊 就是那种非常难走的路 他是在那种绝壁上凿孔 凿完孔之后呢 把这个木桩子擦进去 擦进去之后 再在这个木桩上铺铺板 就想这个路得有多危险吧 这叫战道 刘邦当初在这个进汉中的时候呢 他是一边走 一边把身后的这个战道 都给烧毁了 这一记呢 是为了麻痹项羽 就是为了告诉你 因为那时候刘邦很弱 没办法跟项羽抗防说 我刘邦进了汉中国 这辈子我就不出来 我就不打算出来 你看我把路都给你烧了 对不对 这是为了麻痹项羽 那这一次明修战道呢 又是为了麻痹项羽 表面上看 你看啊 我现在开始修战道了 我准备出来了哦 你可得小心哦 但实际上 他派人从这个陈仓小道出来 陈仓在哪呢 就是今天中国的陕西省宝基市 出来之后呢 环定三秦 环定三秦 您别看 说起来只要四个字 这里又是一些非常非常精彩的故事 还是那句话 您要多点几个赞 我把整个这段楚汉相争的历史 波澜壮阔 沧海洪流啊 风起云涌的历史 我给您好好讲一讲 刘邦开始正式的和项羽争夺天下 刘邦先是召集了天下五入诸侯 共计五十六万大军 一举攻下了西楚的都城彭城 彭城也就是今天的徐州啊 当时像不在家嘛 带兵到处去评判啊灭火什么的 刚才我不是说了吗 很不得人心吧 在拿下彭城之后呢 我们的这位刘的人可就飘了 整天是声色拳马 至酒高惠 不理正事 刘邦这人这点可爱 一有机会就玩爽 而且是毫无掩饰 寡人就是喜欢酒啊 寡人就是喜欢享受 寡人就是喜欢女人啊 他倒好不装 项羽闻讯大怒啊 引兵回旧 带了多少人呢 三万人 刚才我可说了啊 人家刘邦那里叫五十六万军马 项羽就带三万人 而且这一仗打的刘邦是 溃骨成军 人仰马翻 汉军死伤了十几万人 那个尸体把这个碎水的壳道都给堵了 刘邦自己的老父亲和自己的妻子呢 也都成了项羽的俘虏 刘邦当然是脱身了 这个要论打仗的 刘邦比项羽差远了 但是要论跑 逃跑 兔子都是他孙子 刘邦脱身之后呢 他一边依靠着萧河 从关中地区给他发来的 这个大量的物资和兵源 同时呢 他有侧动的情部 也有念经部的啊 咱们就说经部吧 经部跟彭越呢 在项羽的地盘里 嵌立敌后根据地 隔三差五的给项羽捣捣乱 敌进我退 敌退我进 敌注我扰 敌疲我追 赖蛤蛤啪脚面 不咬人 各有人 反正你也消灭不了我 就是分散项羽的注意力 也让项羽的心虎烦躁 然后呢 他又派出了韩信 一扫北方的一些亲项羽的武装势力 要说韩信正儿八经 是中国一流的指挥家 军事指挥家 韩信打的这些仗都很漂亮 那个著名的成羽 飞水一战 就是韩信在这一时期的杰作 而刘邦本尊呢 则亲自带兵 正面与项羽在行阳和广武一带对峙 双方的战局呢 就进入了僵持阶段 这个消耗战一打就是三四年 最后双方都撑不下去 于是呢 两个老大就议和 以鸿沟为戒 所谓鸿沟呢 就是行阳以东 连接黄河和淮河当中的这么一条运河 双方约定 东边归楚 西边归汉 象棋棋盘的那个楚河汉戒 指的就是这里 项羽呢 是个贵族 觉得合同都签了 就暗章办事吧 把刘邦的老父亲 以及刘邦的老婆 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旅后啊 就都还给了刘邦 然后呢 自己就引兵东归去了 这个时候呢 刘邦就采纳了陈平的计策 撕毁协议追击项羽 把项羽给弃封了 你这叫言而无信的 回身一个反击战 又把刘邦给打得打败 然后把刘邦重重围于布林 企图一举消灭刘邦 这个布林在哪呢 就是在今天河南省的这个太坊以南 哎 就是那一带 刘邦一见形势危急啊 就采纳了张良的计策 封地许诀 喊来各路诸侯前来帮忙 什么京都啊 彭越啊 刘甲啊 包括这个周阴的等等 这些武装势力 全部过来参战 何为项羽 其中最起劲的呢 就是韩信 韩信这个地盘封得最大 于是韩信引三十万大军 心液南下 并且在九里山一战击溃项羽 项羽战败之后呢 就往东南方向退 就退到了该下这个地方 此地也正是向于逃亡之路的起点